325这一题 当然所谓的正规化一样 就是要把应该在哪一栏的就放哪一栏 一个螺锅一个坑的意思 所以上面一定是栏位名称 下面的话一定就是它对应到的资料 那这个我们325这一题 其实它最大的问题是说 它没有按照正规化的方式排列 所以我应该是1234 把它改成1234 那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最后用到了函数是index 那index的话它需要一个函数 一个逻辑就是说 它到底在哪一栏 把那一栏的资料取回来 那所以我需要先有个前置作业 就是先产生1到32的表格 OK 所以要怎么样产生1到32的表格 这也是上个礼拜的重点 用了两个函数 column跟roll 所以最好你可以假如考课位就是如果我希望在这个325的这个D到G这个范围 我希望产生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就是1到32 那不是这样你自己打 你自己打那没意思啦 OK 所以如果假设你我希望这边假设空的你把它delete掉 然后呢我希望让它变出1到32的号码 OK 那这个地方呢我是用那个column跟roll column的话其实决定它的栏 那roll的话决定它的栏了 所以我向右拉它都1到4而然 然后向下拉到32 OK 那这样怎么做啦 这个上一半有提到 那所以如果我假设已经有了这个表格的话 那接下来我可以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再结合一个叫index函数 那index函数的话主要就是说你要把什么样的资料 那这边的话应该是1啦 从这边不是看外面哦 看它现在框起来的范围 然后呢我就可以把这个数字填到index里面的第二个参数 就是哪一列的意思 那就可以把他这边的资料哦 整个都抓回来哦 OK要怎么做 我做这个上一半好像讲到这里哦 1把这个公式解下 2插入那个index 所以这边的话用减式与参照里面的index 然后按确定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就是说array的范围 范围就是b2 Ctrl-Ship向下 b2到b313哦 特别至于如果框起来的范围哦 如果b2开始的话 特别至于b2就是第一列哦 然后第二列就是b3哦 不是从b1开始哦 跟各位讲一下哦 然后呢 roll number的话 请你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所以他会抓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一列 所以他会先抓这个 哪一栏 因为只有一栏嘛 所以这边输入1 这样就OK了哦 所以 那按确定之前可能还要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呢 你需要把这个范围 因为等一下会向右向下 所以记得哦 把b2跟b313前后 都要加上前的符号锁起来哦 最后按F4就好了 F4的话就蓝跟列都锁 OK按确定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按向右填满 跟向下填满 然后再把蓝宽 D到G选起来快点两下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资料就正规化了 我们看到 本来这个资料是 不按正规化的方式排列 那我把这个资料变成这样的话 他就会各式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帮我放 所以哦 第一栏就是入職时间 姓名 功耗 内部号码 这样就OK了 但是 好像还有第二个问题 什么问题 对 这边怎么样把它删掉 诶 这边怎么把它删掉 那方法很多啦 可能想想看 我本来想说 有个函数叫replace replace可以取代前面的 可以 应该是可以 但是好像没有比较简单 第二个的话可以用mid mid的话就是 你只要知道 你要取到哪个字 然后后面的资料看 你要取几个 有没有 诶 就可以留下你要的 可是怎么做比较简单哦 OK 我觉得比较 方法应该很多啦 replace也可以啦 甚至你用fine也可以嘛 fine函数不是可以fine冒号的位置 然后我要的位置 从冒号开始的下一个字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OK 所以你们想想看 什么方法比较简单哦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把上个礼拜的325人士芬蘭这一句打开 然后上个礼拜应该有这个吧 所以如果没有 你可以参考一下 那个云端白板 OK 这个的话应该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这个地方哦 就是325人士芬蘭的这边 然后column跟index应该是这个啦 所以如果假设你没有这个啦 没有你先Ctrl-C好了 然后直接怎么样 把它贴到这个325这边贴上 然后打勾 其实就可以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哦